他分了几块啊 可以看中间价值主张 价值主张是核心 是核心 价值主张一部分是由成本结构 这一端 另一部分是收入来源 啊 我们只有把我们的价值主张 产品经理只有把一个产品的价值创造了出来 他一方面需要去协调产品的成本 另一方面还要去考虑产品的收入 产品的收入怎么获取呢 还是基于我们的用户的 基于我们的用户的 用户始终是我们的目标 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可以这么说 作为产品的衣食父母 所以我们需要去细分出来 到底哪些是愿意给我们这个产品 就是不管是产品是实物的也好 还是虚拟的也好 它能满足用户的什么需求 解决用户的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或者这个需求 应该都是特定某一个人群的 特定的用户群体的所产生的这部分问题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产品 怎么样去更好的 让这部分用户了解和理解 并且感知到 知道我们这个产品 能够满足它这部分需求 产品精力就需要去考虑 用什么样的渠道 用什么样的通道是最有效的 同时也要去考虑成本的这个概念 成本也会影响我们的渠道和通道 举个例子 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应用 App 大家肯定都会接触的 比如说游戏 各种各样的什么应用工具 它都会汇集在一起 有榜单 对吧 有榜单 这个榜单很多时候是需要去花费的 对吧 你需要去投入一定的费用 才可能排到更前的位置 你排到更前的位置的时候 你的目标用户才有可能看的更多 才有可能了解到你这个产品 他才可能会去装 装了这个产品之后 他才可能会去使用 所以这是一个产品精力 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路径 当然也会有很多的App 他直接自己做一个网站去做宣传 自己去做网站去做宣传 他等着搜索引擎 去把他的这部分网站抓取 抓取进去 用户搜索出来了以后 可能会去用 可能会去用 这也是一种通道和渠道 这个也是产品精力可以去选择的 产品通道和渠道也是有成本的 同时我们的用户和我们的产品之间 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关系 每一个产品精力都希望自己的产品 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在用 用户使用的时间越来越长 那就需要去做大量的这种 用户关系维护的工作 这部分其实就是 很多的运营工作 对产品经理来说的运营工作 运营工作可能会有 我可能会做一个活动 做一个活动 比如说暑期 很多学生放假了 作为去哪平台 我可能就会给他返线 吸引我们的很多用户来 学生用户啊 这个已经细分了 学生用户来参加这个活动 他比如说我定一家酒店 我可能减20块钱 这个就是在维护用户的关系 同时也是一个运营的活动 还有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啊 就是微信红包过年的时候 微信红包 这个这个抢红包的这个活动 其实它也是一个运营手段 一方面是在提升这个用户的使用量 另一方面也是在维系更强的用户关系啊 尤其是用户粘性的这部分关系 微信红包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其实它也是一个运营手段 它是有针对性的啊 他当然他这个针对性 覆盖的面比较广 因为过年这个时间段 就是基本上中国人啊 都会或多或少和这个活动有联系 所以他这个用户细分还是非常准确的 当然他这个细分啊 这个概念就是指 他挖掘到了用户的一个根本的需求 就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我可能不会当面见到 可以去发红包的这个朋友啊 亲戚啊 但是我可以通过微信 通过互联网的一个产品 我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啊 他挖到了这个用户细分的这个痛点 所以他通过运营的手段 提升了这个用户关系的维系啊 这部分都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感知的啊 另一方面 作为产品经理 你去做产品的时候 你往往会遇到很多 制肘 或者是限制 这些就牵扯到 这个块 两个大块啊 这部分都是在公司内的很多的一些情况 或者是你在做具体某个产品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核心资源 这个就是因某一个产品经理所处的公司 或者团队 情况不一致 他就会产生不一样的问题 啊 比如说我做的这个产品 某一款产品 他的这个技术门槛很高 那我就需要有很强的 高技术水平的这些部分开发人员 啊 产品经理也需要去寻找 去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啊 技术手段 技术水平的提升 才可能去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所以核心资源是什么 对某一个产品来说 你的核心资源是什么 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你需要去考虑 产品经理需要去做这样的工作啊 然后 你基于你的核心资源 你来定你这个产品需要做哪些关键的事情 我这个产品 技术是不是我的核心竞争力 那我需要 需不需要在这个技术的层面持续不断的去升级 去优化 去改进 还是说我的这个产品更多的是一种偏运营型的产品啊 就是比如说内容为主的啊 社区啊 BBS论坛啊 这种形式的 那我的关键业务是什么 我可能需要去找到很多的论坛的 八主啊 或者是管理者 那我直接影响到我的这个核心资源 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种细心的啊 有热心的需要可以在这个论坛里去持续不断的去做这种引导发言这方面工作的人 这个就核心业务就不同了 对吧 产品经历也需要去考虑啊 再往后一层 合作伙伴 因为我们现在做互联网产品 尤其是互联网上平台类的产品啊 就是他可能是两头的或者多头的 比如说B2C 比如说C2C 啊 还有Online to Offline 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多 很多端的啊 就是两端 至少两端的这种平台型的 那就必然会有合作伙伴 啊 作为产品经理 你去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就需要去考虑两端他分别的情况是什么 他们的痛点是什么 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能够满足什么需求 啊 同时 合作伙伴的这个关系也需要去不断的维护啊 啊 这两个大块 主要就是成本的这部分了 会有一个成本结构在里面啊 核心资源 比如说我需要去找一些专门的技术方面的开发 那那他的成本 就是他的人力成本就会上去 对吧 还有就是 比如说我需要去维护我的这个论坛 维护的这个产品的论坛 那需要有一些运营手段 啊 如果搞活动肯定要需要钱啊 需要有人 需要有人 那我这部分的成本 也需要去考虑 同时我跟我的合作伙伴去合作 可能会有分成啊 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合同 这些都是需要去 谈的啊 都是会有成本在里面 你付出的时间 付出的时间和金钱 包括人力啊 这些都是成本 都需要去考虑在里面的 啊 最后其实站在公司很多的这个管理层面啊 管理层面啊 这个横向的可以这样看 就是上面这两这块 这个大面积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产品的业务 一个产品的业务 底下 成本收入可能就是我们的管理这个层面去考虑的 所以这个又翻回去说啊 最开始我们开篇的时候就说 产品经理可能是一家公司 CEO的 学前班啊 或者预备队 为什么这么讲 一方面他要去考虑业务 另一方面他其实也要做管理 对吧 成本和收入都是管理层最关注的 指标和维度 而业务呢 那就是具体的做业务层面的这个设计啊 运营维护的这个人员需要去关注的 所以说我们产品PM 很不容易啊 时刻都要去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 啊 未来PM的发展是会朝着CEO的这个角度去做的 啊 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商业模式画布 商业模式画布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 我们已经把刚才说的九个块 区块的关系这样理了一遍 啊 下面将给大家介绍几个具体的例子啊 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些概念和之间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订阅